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在LED面板产业已经有相当丰富的技术研发背景以及生产的技术 2020年智威成功研发出应用于沉浸式飞行巨燕的8K LED球目 LED球目有10倍以上的亮度提升以及8K解析度的超高发指 更可呈现身丽其境的高端体感及视觉娱乐体验 大家好 我是加塑声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刘思恒 在医院里面每天都在进行CRP检测 来确定病人是不是有发炎 兴趣性感染 或者是更严重的败血症 也可以用来监视抗生素治疗的效果 我们是目前全世界体积非常小 测量非常快 而且商用可行已经上市的手持式CRP检测设备 只需要三分钟就可以进行CRP发炎检测 台湾有许多优秀的医护人员一直在努力照顾偏乡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技术成为他们的后盾 我是为在台湾最小也是最漂亮的工业区 彰化色头织化产业园区的群峻实业陈静灵 此次升级计划 我们选择目前最先进的意大利一体成型设备 让街缝处完全的平整 几乎感受不出它的缝线 我们已经开发出一款全世界最厚的登山袜 一般市面上最厚的也只能号称三四倍的毛全厚 我们的是七倍后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台湾 并扩大投资新的设备 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希望能帮助台湾袜子产业创造出另外一个兴趣 各位好 我是华德动能总经理杨志龙 华德不仅呼应了国车国造的政策 也在这波全球能源转型的趋劲之下 勾勒出全新的台湾电动巴士产业供应链 华德动能新一代电动巴士性能优异 全车净重约12吨 为同级12吨 全球重量最轻之电动巴士 自制电池族 更是台湾首量取得ECER-100-2认证 其性能及安全 完全可以取代传统柴油巴士 却没有空气污染及噪音的缺点 华德动能已充分掌握电动商用车 自主设计制造与能源管理之全方位服务能力 走向全球成为世界顶尖的电动巴士创新服务公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